一名騎士騎車行進巷口 遭到警方上前圍捕藍茶 一會收走前呢 他在停等紅燈時 竟然從警方一旁紅燈越線 那麼隨後落跑身分一查 發現騎士身上竟然被了 多條通緝彈看斷現場情形 好那是可以聽到呢 男子遭通緝才剛到案 結果又因為洗錢防治法案件 在12號遭發布通緝 那麼這事發呢 就在15號晚上7點多 當時這名何姓男子呢 因為騎機車行進鳳山區的 鳳松路與明昌西街口時 疑似違規遭警方盯上 沒想到這一查不得了 通緝身份一件一件被查了出來 重點是有沒有通緝 何姓男子也似乎不清不楚的 結果外出爬爬灶海違規 身份曝光 遠景也將何姓男子 當場上銬逮捕 解送遞檢歸案